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黄仁杰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峰会上大谈美俄破裂关系的和解 法新社整理了两人在芬兰赫尔辛基 举行会后的记者会五大调点 一起带您来了解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举行历史性的美俄峰会 关门密会结束后举行对外记者会 对于俄罗斯干预大选一事 美国情报首长判定 俄国骇入美国民主党人电邮 并且将资料外泄来帮助川普胜选 对于这项指控普京坚决否认 尽管美国情报机关给出建议 且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 上周起诉12名俄国情报员 川普似乎还是站在普京这一边 相信普京没有理由这么做 引起政敌愤慨 连国内部分共和党同志也看不下去 重启美俄关系这方面 川普的2016年大选对手希拉蕊·科林顿 任职国务卿期间 著名的事迹包括按下一个标注重启 Reset的大按钮 象征美俄关系重新启动 然而关系却急转直下 逐渐恶化 而这一次美俄峰会有别以往 川普说这场峰会只是开端 普京也赞扬会谈 气氛坦率非常成功 但美国国会许多人不满川普 默默接受普京的说法 批评川普在峰会上 等于是在放弃美国利益 身为核武两大巨国的美俄 川普希望处理两国核武 现代化竞赛的情况 虽然这次会谈没有具体成果 不过普京说 有必要携手合作 在裁军议题上互动 包括重返现有的条约 约束长城和中城核飞弹 军事议题上 川普和普京似乎达成某种合作约定 让以色列支持叙利亚南部停火 暗示华府放弃俄国盟友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的要求 川普表示 他和普京都曾与以色列总理 尼坦雅胡聊过 愿意做出某种攸关叙利亚的必要作为 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普京也对此说愿意配合发展 但两位领导人都没有明确说明下一步 川普也未能就乌克兰议题 让美国盟友安心 他对俄罗斯2014年兼并 乌克兰克里米亚一事只字未提 不过普京为他发言 承认川普坚守美国认为 并吞不合法的立场 普京也说 在伊朗议题上 他们意见不同 记者会最后 普京送一颗世界杯足球给川普 试图缓和在一连串 有关叙利亚和干预大选问题后的紧张气氛 川普开心接下并丢给坐在台下的第一夫人 梅拉尼亚 表示会把球给他12岁的小儿子拜伦 不过美国议员格兰姆发推文警告川普 球里面可能会有窃听器 美俄关系还有待考验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 掌握世界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